新闻开始带你来关心2012副总统电视辩论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副总统电视辩论 吴敦一主打前仇贪腐提出政绩 而苏家全除了拿出政界也攻击马政府跳票 林瑞雄则是左右开工 以第三党之资呼吁选民在蓝绿之外做出新的选择 总统大选副手电视辩论 吴敦一苏家全和林瑞雄登场 不过只有吴敦一妻子蔡令仪全程陪同 苏家全妻子红横珠则是没有出现 在副手辩论前马英九也特地到场为吴敦一加油 辩论一开始苏家全就炮火猛攻马政府执政跳票 但吴敦一也不是沈游的灯立即回击 林瑞雄则是以第三党之资左右开工 跳票 跳票 再跳票 633跳票 468跳票 爱台12项建设也跳票 大的项目跳票 基层建设一样跳票 在方你来我网 但也各自阐述证件 像是经济问题 前方你来我网 但也各自阐述证件 像是经济问题就聚焦对ECFA的态度 如果ECFA对台湾的人民是好的 我们当然接受 但是它的过程有一些不透明 有没有在谈判损及台湾人民的利益 民进党执政之后 我们当然也要诚实的告诉我们的台湾人民 帮助人民做行李 提醒台湾竞争力 因为不签ECFA没有办法抗拒东协加一对我们的威胁 但是有没有加速对大陆市场的倾斜呢 没有 主持两岸和平委员会 由多党多欢来参议 然后所有的论事里面程序都要动明 而且希望更要经过民意尖途 才来跟中共谈判 还有无薪假话题 因为欧洲债务危机 波及台湾经济也成为辩论焦点 请您把花明无薪假 可以得若贝尔奖这句话 收回去好不好 的确是有人告诉我说 这种创意很好 所以我把它引述出来 也许出自无薪 假如言之而得到不同的反应 我愿意把那一小段话把它收回 魏盛哲进南会 没有看到这个这么严重性 这个本来就应该预防它发生 还有台湾朝日加入跨太平洋经济 伙伴协议TPP做目标 在副手也各自阐述理念 规划产业升级 以及建立国民幸福指数的策略 并回应对手洗礼提问 有备而来 记者综合报道